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22岁赵金脉现身香港,束腰无袖上衣没化妆,破碎美。 好多人拍照。 11月15日,由网友拍到女神赵金脉现身香港望角拍戏,引发众多粉丝围观热议。 当天,赵金脉身穿束腰无袖上衣,搭配牛仔裤,大步流星地朝前走,十分苗条俏丽。 素颜还是很能打,五官精致地像洋娃娃,好漂亮。 走起路来每一步都落落大方,怎么看都不腻。 这身装半简约而不失时尚感,有种柔弱清冷,很破碎的美感,特别吸引人。 22岁的他正值青春年华,已经凭借自己的实力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,真的让人很佩服。 这背后除了他父母的一定影响外,更离不开他个人的刻苦努力。 记得拍《流浪地球》时,赵金脉正好要中考。 他一边忙着拍戏,一边还得抽空复习,真的是时间紧任务重。 每天上午在剧组忙拍摄,中午和晚上就拼命看书学习。 结果,他不仅戏拍得好,中考也考得很棒,顺利进了他想上的高中。 而到了高中,赵金脉还是一样忙,戏约不断。 但他硬是在繁忙地拍戏见戏,挤出时间来准备高考。 最后,他高考的文化课成绩考了524分,真的很不容易,毕竟他同时还要兼顾演艺事业。 事实证明,赵金脉是既能拍出好作品,又能把书读好,真的是个全能型的艺人。 赵金脉不仅演技出色,学业有成,而且人气也非常高。 他走在走廊上时,很多路人都忍不住掏出手机来拍他。 虽然曾经和吴磊、张灵赫等男星合作传出过绯闻,但目前他的感情状态仍然是单身。 心里头全装着事业,暂时无心谈恋爱。 赵金脉从小的时候性格就很内向,所以爸妈送他去演戏,想让他开朗一些。 10、赵金脉从小性格就比较内向,所以父母送他去学演戏,希望他能够变得更加开朗。 8岁那年,他就成为了一个小童星,因为长得可爱而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。 那时候的他只是觉得演戏好玩,没想到这个爱好后来竟然成为了他的事业。 长大以后,赵金脉演技越来越好了,不再只饰演那种可爱的小女孩,而是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角色。 他演过青春校园剧,像人间烟火花小厨,大家都说他演得好。 还有少年派小别离这些剧,也都让观众记住了他。 赵金脉有一些特别有名的作品,比如在暴雪十分度华年。 特别是和张灵鹤一起演的樱桃琥珀,让他变得更红了。 最近,他还演了顾曼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娇阳似我》,在里面和宋威龙谈了一场甜甜的恋爱,大家都说他演得很棒。